接下來的話我大概做一個我自己的簡介 這個是我相關的資料 然後我之所以也會來上這個課 其實最大於後來問一下我們的主任 我說你怎麼會找我 主要是因為 他說在網路上面 你在YouTube或Google上面 所以查Excel相關的這種 或Excel VBA的話 他說查來查去都會找到我的東西 他說到處都是我的東西 好像無孔不入地滲透到任何地方 所以好像在網路上面 只要你要學這方面的東西 好像要不認識我真的有點困難 因為不是我自己說的 是別人跟我說的 於是乎我們主任就發了Mail 然後問我之後能不能來教這個課 其實我以前 本來有些學校我可能 不太有時間來上 但後來我看了滿開心的 因為其實我就是各位的學長 我大概二十多年前 其實就在這邊上課 這裡對我來說有另外一個不同的意義 所以我大概一口就答應了 所以上這個課其實滿… 那我現在教了很多課 其實也都是因為我在網路上有分享很多的教學 所以自然而來人家就找我 所以現在我很多的教學的機會 其實都是這樣來的 那很多單位其實我也不認識 他就問我說老師你可不可以來幫我們上這個課 想一想好像有時間OK就上 像最近上那個CHARGBT也是一樣 所以我單位說老師可不可以幫我們教一下 那個CHARGBT跟那個Python 然後跟Excel做串接 我想說哇這好大 我應該可以 於是我答應了 我上OK 所以我上完之後我發現這些其實全部都可以串在一起 那我的相關經驗大概看一下 其實我有個創業經驗大概五年 然後目前的話擔任一些公司的顧問 然後也擔任那個就是命題委員跟審題委員 就是企業他們有任用新進人員的時候要考試 考試的時候要找老師命題 那我就幫忙命題一下 那為什麼會找我 其實說真的我也不知道 OK 他們就mail給我 然後說是可以幫忙OK 然後我覺得OK的話我就去幫忙 不過好像他會簽一些保密協定不能說 所以我不能說一些細協 那今天本來要去審題的 結果答應那個 但後來我好像忘記時間了 所以我跟他就調其他時間 那還有我目前就是在我們學校跟原市 那教程式相關的課程 OK 還有其他推廣部等等的 另外也有在企業內部上課 像最近結束的那個國泰的期貨公司 在東話南路上面 他們也是交以所有方面的東西 OK 那我的證照的話大概超過30張 因為我只要有機會我要證明自己 另外的話也要因為教學生去考 所以我自己沒考過沒有說服力 所以我就先去考 所以如果你想要考證照 你可以問我沒關係 其實我會蠻推薦各位可以去考的 因為真的很不好考 但你考過了你會更有自信心 如果你沒相關證照的話 尤其是你是非資訊相關科系的話 那其實你需要更多的證明文件 那這個是第三方公證單位發的 所以理論上比較沒有什麼太需要質疑的地方 那另外當然你將來在口試面試的時候 人家問說 那你到底有什麼相關的經驗 你如果說不出來的話 你也許可以拿證照當成是一個私利吧 然後 那因為這課程也會提到CharGPT 所以我就問一下CharGPT 它到底根本是我 我就發了一個mail 發了一個訊息 問了一下CharGPT 其實CharGPT很簡單 你就Google查一下CharGPT 其實就可以找到它的網站 或者它網站你可以記一下 叫CharGPT.openAI.com 其實OpenAI這家公司 它弄了一個AI的平台 然後我就問了一個問題 請你幫我查詢一下 台師大吳清輝老師的評價 他就回答我 他說台師大有不少姓吳的老師 所以他說這個評價 他就查了一下 其實他是不是有做 他還蠻會說話的 OK 那我看了蠻開心的 於是我就把它截圖下來了 他說高達五分 滿分為五分 然後他說其中 多數學生稱讚 他講課生動有趣 知識豐富 解釋清楚 OK 好了 到底是不是這樣 我想大概就再看吧 好 好